三沉天文觀測站位於西貢三杯酒三沉小海灣 三沉天文觀測站的宇宙視野計劃 將觀測站拍攝到的河外銀河系和其他天體 放置在好漢宇宙可以理解的立體空間圖內 擴闊我們的視野 令我們對人類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增強我們對人類共同處境的理性和感性理解 希望能夠強化我們的同理心 我們身處太陽系是八大行星之一 如果在沙基灣一張六呎長的圓形桌面代表太陽系 太陽就是中間的一粒沙地球只是一粒灰塵 而最近我們的比輪星就是位於西螢盤的另一粒沙 最近我們的天體是月球 月球的光線來到地球大約是1.3秒 這個是月球的Close up 可以看到很多隕石坑 金星是地球內側的內行星 所以有上位的變化 軌道上最近地球的時候 金星的光到達地球只需6秒半 太陽體積相當於100萬個地球 太陽磁場運動抑制對流 形成了光球層表面溫度較低的短暫區域 就是太陽黑子 體積比地球更大 光線由太陽來到地球要8分鐘 由地球去火星要4分鐘 去木星要30分鐘 去土星要50分鐘 去天黃星要2個半小時 Old Cloud 是環曉太陽的冰風微行星帶 離太陽大約2至3光年 這顆碎星ISON 由碎石塵埃、冰和凝固的氣體組成 它在2013年 從兩光年以外的Old Cloud 來探訪太陽 太陽系位於銀河系 銀河系直徑估計有12萬至18萬光年 深空攝影的對象 很多都是在這個距離以內 螺旋星雲是最接近地球的大型 行星狀星雲之一 離我們大約有700光年 啞鈴星雲就離我們大約有1360光年 中央行星發出的輻射 令四周被拋出的氣體發出明亮的螢光 而離開差不多遠的獵戶座大星雲 M42就是新行星的孕育場 碼頭星雲離我們1500光年 主要是低溫的塵埃 也含有複雜的有機分子 環狀行星狀星雲 距離我們2000多光年 在演化最後階段 行星將大量的發光電離氣體 噴射到周圍的星際空間 凌成一層層不同顏色的外殼 行星的碳紅迷氧核心 終於會崩塌成密度極大的電子鹼拼物質 演化成一顆白矮星 環狀星雲的左側 亦暴攝到一個暗淡正面朝向我們的棒旋星 環節的電離氣體和塵埃 彩色省狀結構 包含氫 以及較重的元素 氧和流 最終會循環到未來的行星中 甚至可能成為有生命的行星的一部分 小丑脸星雲離我們2870光年 名稱是人類的投射 它的前身是一顆 好像太陽質量的行星 三列星雲距離地球4100光年 星雲四周是疏散星團 右面的粉紅色發射星雲 相陷在一個暗黑星雲裡面 視覺上突顯三叉型的黑色裂縫 加上左面藍色的反射星雲 形成迷人的彩色視覺效果 微月星雲是距離地球5000光年的發射星雲 極高溫行星外層大氣噴出的行星風衝擊波 碰撞周圍的氣體 產生微月形狀 高能量發光外殼 蟹狀星雲離我們6500光年 是行星死亡的產物 在公元1054年 中國史書都有記載 當時超新星的爆炸 鷹狀星雲離我們7000光年 主要由氫氣構成 是人肉行星的地方 被稱為創生之柱 氣泡星雲離我們8000光年 中間的O型行星 溫度可以達到4萬度 高熱高壓的行星風 衝擊四周的星際氣體 形成一個球狀的氣泡 M22球狀星屯離我們10600光年 直徑100光年 總質量大約是50萬個太陽 球狀星屯中行星之間的典型距離 只有大約一光年 而在核心區域 恒星間隔 只是海洋系大小的距離 在極度空虛的宇宙中 M22確實是一個非常湧跡的地方 NGC 2359是一個發射星雲 距離我們15000光年 中心的恒星極熱 恒星風數個附近大型分子雲中的星際物質 吹了一個大氣泡 形狀此雷神後規 M13球狀星團離我們大約25100光年 包含有30萬火行星 離開銀河系 我們的視野擴闊到本星系群 本星系群 是一個直徑大約1000萬光年的區域 包括圖中圓點所示的銀河系 巴納德星系 是一個直徑7000光年的 棒狀不規則矮星系 距離我們大約160萬光年 它是最接近銀河系的本星系群成員之一 仙女座星系 離我們250萬光年 直徑22萬光年 歷史上仙女座星系的發現 證實了宇宙的規模 遠遠大於我們自己的銀河系 M33有叫三角座星系 離我們300萬光年 它的直徑有6萬光年 包含有400億火行星 進一步擴闊視野 本星系群在室裡座超星系群裡面 超星系群直徑大約1億1000萬光年 包括有10萬個星系 雪茄星系M82和波德星系M81 距離我們大約1200萬光年 兩個星系曾經在空間相隔近15萬光年的近距離相遇 重力互動 M82是一個形狀不規則的螺旋星部星系 與比輪的M81重力互動引發聲部 行星形成率比其他星系大33倍 因此亮度大約是銀河系的5倍 而中心亮度竟然是銀河系的100倍 近乎側視的影像顯示出一個非常明亮的原本表面 棒狀螺旋星系M81形狀類似銀河系 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讓我們了解銀河系的典型結構 欲夫座星系 又叫做銀幣星系 離開我們1140萬光年 也是一個星爆星系 有密集新行星的形成 向日葵星系距離地球2700萬光年 直徑大約13萬光年 沿著船臂的明亮區域 顯示了正在形成的藍色年輕大質量行星 NGC891是無棒螺旋星系 闊十萬光年 距離地球大約是3000萬光年 從地球角度觀察正好是側視 所以在峭牆的星際邊緣上 可以看到顯著的暗色塵埃帶 風車星系 離開我們2100萬光年 去正面朝向地球 形態接近完美 M51離開我們2300萬光年 是一對互動的星系 在四億年前 兩個星系互相接近 重力的朝值作用 令大的星系吸收了很多小星系的物質 形成了很多行星 NGC6946距離我們2500萬光年 是一個行星形成速度極快的星部星系 NGC6946也稱為煙花星系 因為在20和21世紀初 在星系觀察到十顆超新星 是銀河系中觀察到的十倍 鯨魚星系是一個棒船星系 大小和我們的銀河系相約 距離我們2500萬光年 則是整體的外觀 酷似一條宇宙的鯨魚 位於星系核心上方 有一個矮橢圓半星系 兩者一起形成了雙星系 M104闊邊母星系 距離地球大約2800萬光年 中心有一個超大質量黑洞 而尺度就有一條 由星際塵埃所形成的暗大 形態優美 NGC2903距離我們3000萬光年 是一個棒船星系 中心有一個棒狀結構 緊密前曉的船臂 充積著與星部區域相關的 洪潔式星際塵埃大 獅子座三重星系 距離我們大約3500萬光年 三個輪近的螺旋星系 以不同方向朝向地球 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扭曲星系的形狀 同時引發了大量新行星形成 大棒船星系距離地球5600萬光年 中央有一個200萬個太陽質量的超大核洞 以接近光速旋轉 星系的船臂吸引視覺形象特別 近年新的觀察顯示我們的銀河系 亦可能是一個棒船星系 六點星系群是視覺上相輪 但實際上彼此沒有物理引力聯繫的視覺星系群 前景是一個無棒螺旋星系 距離我們4000萬光年 大小和銀河系相約 而四個背景星系群 距離我們是3億光年以外 此題分五重星系 是典型的互動星系 離我們可以遠到3億4000萬光年 星系之間的潮池力拉扯 形成很多新行星的產生 這個超星系群以外4億光年的視野 挑戰著三層天文觀測站的極限 宇宙的結構是纖維狀 中間有很多空洞 可觀宇宙估計有930億光年的直徑 可能有2000至2萬億個 平均有1000億火行星的星系 我們現在完成了擴闊視野的旅程 讓我們回望地球 當卡西尼海空喊測器 在土星遙望地球的時候 地球只不過是一個暗淡的藍點 儘管我們有不同的國籍 族裔、中族、性別、宗教、語言、意識形態、效忠、性事 或者其他各種分歧 但是我們都是智人 Homo sapiens 每個人都體驗著相同的生命 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宇宙 感受著相同的快樂、痛苦、愛恨、苦難和困境 這些相同的存在體驗和感受 構成人類的共同處境 了解了人類在宏大宇宙中的渺小位置 個人仍然盼望 尋求變黑永恆的心靈信仰 科學人本自然神信仰 基於科學實證認識真理方法 懷抱人本價值觀 秉氣未能被科學方法證明的傳統宗教 教條式經文 但知性謙卑 盼望超越當下人類文明局限 以科學理性的途徑 追求心靈的信仰 科學人本自然神信仰 並不排除大自然存在的無限可能性 並且熱切接受上帝存在的可能性 謙卑地明瞭人類置身於宏大宇宙中的適當位置 對上帝懷抱適當的感恩心態 讓我們擁有天文學家的廣闊超然視野 我們的同理心可以戰勝人類的所有分歧 讓我們互相幫助一同進步